勇士捡了大便宜,报考新思索要高薪碰壁,一气指下破罐子破摔,北京时间7月3日,考新思宣布以一年530万美元加盟勇士,外界对此普遍都感到非常震惊,但是据消息人士透露,表妹的这次选择可没有她表现出来的那么开心,看起来她是一气之下,选择向未免冠军投成的。 在加盟勇士之后,考新思随即在接受采访时表示,这是她职业生涯以来最明智的决定,也是她的一个杀手锏,而招募人之一的杜兰特则表示,是勇士迎求的文化,和团结一致的气氛吸引力的考新思的加盟,听起来一切都那么和谐,但是细究起来却经不起推敲,考新思今年只有27岁而已,这正是职业生涯最好的年龄。 作为这个联盟最强的大个子球员之一,谁不愿意加盟一支既能够赢球,又能够赚大钱的球队,如果一定要说考新思的选择明智的话,她只是加盟了一直看起来实力最强大的球队而已,但是她在这里不仅无法得到充足的表现机会,而且在金钱上会有巨大的损失, 其实抱团注定要在金钱方面损失,但像考新思一般如此自降身价的还真没有见过,此前杜兰特曾经做出牺牲,但人家起码仍然保持了一流球星的薪水,但这一次考新思则只是拿到了一名三四流球员的合同, 你以为考新思会为了冠军做出如此大的牺牲,这显然并不是她的初衷,职业生涯以来,她从来都没有太强的求胜心,甚至都没有打过季后赛,这背后其实只是一种无奈,消息人士透露,考新思一开始可是奔着大合同去的, 从自由市场开启之后,她的团队就在不断的电联联盟各队,但是却发现自己并不吃香,曾经考新思距离一支球队已经很近了,为此她的团队愿意做出牺牲,结果报价一年1500万美元的合同,却并没有得到积极的回应,这样的不受代价,对于考新思和她的团队,都是一个不小的打击,外界之所以对考新思不断压价, 主要在于她身上隐藏着巨大的伤病隐患,谁也不愿意轻易在她身上冒险,所以在这种情况下,考新思只能另辟蹊径来重新证明自己,然后期待在明年夏天,重新试水自由市场,在考新思看来,可能加入勇士可以最大程度的证明自己,或者说能够最大程度的吸引外界的注意力,所以她干脆破管子破摔牺牲到底, 在很多专家看来,这次交易的最大赢家,无疑就是勇士,但是对于考新思来说,却绝非依次明智的选择,也许这辈子她都可能无法拿到心仪的顶心合同了。